美国到现在依旧徘徊在尘埃未定的大选怪圈当中 困扰选民的头痛问题依旧是正义到底在哪 自由女神会站在哪一边呢 到底是谁在偷窃选举呢 究竟是谁在摧毁民主制度与根基呢 虽然貌似大局已定 但后任的两个政府总统依旧不得齐门而入 现在政府调查机构和司法机构 包括各级法院以及联邦高等法院都不能相信 也不敢相信 那么还有什么可以相信的呢 大选仍难尽 或许很多人想不到 美国最大的恨川普 黑川普的团体居然还不是黑命贵 也不是LGBT 那么贵圈到底在哪呢 让我们来读一读当地流传的一首英文诗 或许就能猜到一二了 首先新闻没感觉到 这首英文诗写得有那么好 内涵有那么高 所以翻译的也是马马虎虎 欢迎您的指教和切磋 结果 暴来迟 因为特朗普公开指责民主党在操纵整个选举 为此大选的风波一直都难以平息 困扰着广大的基层群众 所以相关偷窃选举的话题 让左右阵营都相当的困扰 有关的英文诗 自然也大行其道 各执一词 这首诗也不例外 属于反唇相机 指责恰恰是特朗普在偷窃这次大选的结果 政治来陪伴 这首点击力很高的反川普的诗 中文翻译是 心怀叵测的盗贼们 若被他们偷走你的心房 你就会把他们当成国王 盗贼总在背后捅你一刀 偷走你的骄傲与荣光 留下血迹斑斑的创伤 选举真的被偷窃了吗 整个投票其实安全无恙 只是川普依旧在持续偷走支持者们的心房 此后恨无期 这首诗叫做《被偷窃的选举》 是出现在某个大学文学交流网页上的热门诗 所以到此为止 您也就明白了 贵圈就是他 居然是在校园 在美国大学或中学当中 崇尚政治正确的师生们 支持特朗普的比率非常非常的低 据统计 全美范围内 大学教师支持拜登的比率高达96% 大学师生支持特朗普的比率 居然不足4% 在校园里 这样的诗句或者文章 简直数不胜数 不少老师在上课的前五分钟开场白中 通常都会以抨击和调侃特朗普为乐 作为开堂前的热身和暖场 大学通常都是培养未来的沃土 润遇文明的乐园 老师们也通常都被尊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只是 如果他们的灵魂都会被政治所洗刷 被仇恨所绑架 的确会让人产生跪圈太乱 仇恨太多的错觉 大选人难尽 结果报来迟 政治来陪伴 此后恨无期 主持人